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界主席王洪宁表示 坚持稳中求进 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 而在电动车领域看到的是 欧洲电池材料的制造商表示 中国的电动车质量好 而价格非常具有优势 美国则是难以去开拓市场 那朱学生将会来看一看 中国电动车这种高性价比 在全球所遭遇的一些 尤其是美国方面这些阻拦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 这两会的最近消息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在今天上午的12点钟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大会的发言人楼清俭 就大会的议程还有人大工作 回答了中半记者的提问 楼清俭表示 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明天的上午开幕 在11号的下午闭幕 会期7天 这次会议期间将会同时举行三次记者会 会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分别就外交 经济 民生等主题 来回答记者提问 每次全体会议之前会安排代表通道 全体会议将会安排部长通道 那会议的采访是以现场的方式为主 也会综合采用视频 书面等多种方式进行 楼清俭在发布会上表示 在中国经济方面 中国面临的有利条件是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强调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那楼清俭又提到 国务院去年10月份提出增播 1万亿元国债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那相应调整 2023年中央财政预算 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那目前 1万亿元增播国债项目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了 那楼清俭也介绍了过去一年 人大立法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新成果 第一是惠兰图 编制完成了立法规划 统筹安排本届五年的立法任务 规划包含了130件项目 二是要抓立法 一年里制定法律六件 修改法律八件 决定提请人大大会来审议法律案一件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一件 第三则是推检查 在2023年开展了五项制反检查 涉及了像种子法和安全生产法等多部法律 那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将会稳中求进 推动立法工作 以高质量的立法来保障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楼勤杰也介绍了 接下来立法工作会围绕几方面展开 我们来听一听 一是围绕改革抓立法 包括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通过立法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一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聚焦开放抓立法 包括自定关税法 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 完善现行法律的涉外条款 持续优化云商环境 三是 突出高质量发展抓立法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低态发展 组织生态环境发电编撰工作 事实立足保障和生专利法 包括学位法 学前教育法 传染病防治法等等 而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 三点钟已经开幕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 会议开始前 义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全国政协中到主席台就坐 下午三点 宣布大会开幕 全品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62人 10到2093人 人数 开幕会上 与会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议议程 之后 依次提出 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会工作报告 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会 关于 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及王沪宁 则是代表 正义 常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 2023年 政协 区常委员会 首证创新 特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 发展 做出新贡献 是全面贯彻落实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 坚持工作总基调 接受敌力前行 也克服内外困难 改革开放 防控平稳转断 扎实推进 实现新突破 安全发展基础 国民生保障 有效 经济社会 主要预期目标 圆满 社会大局 稳定 全面建设 实际上 国家 脉出 坚持 极大增强了 各族人民 信心 而在开展 对外 这个王虎宁 也特别谈到 全面 公共开展公共外交 民主党 国外交 助力营造 有利的外部 另外 全国政协的新闻发布会 在昨天 举行 这也是时隔三年 现下的发布会 现场是 人山人 全国 会议的大会发言人 刘洁一 在七十分钟 10个中外记者提问 大部分是 中国经济的情况 全国政协 经济发展 涵盖了向 政协 经济复苏 民营经济发展 和就业形势的 刘洁一则强调 中国经济的 人力大 活力足 经济长期向好 它 有顾和增强 前景光明 也对民营企业 派出了定心 在宏观经济 持续向好的大趋势 前景可期 民营企业大有 未来将会在 新促进就业 改善 民营经济 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 民营经济发展 两个毫不动摇 刘洁一 民营企业 在经营当中 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中小企业融资 和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资源的问题 他称 提出完善 民营经济 拼 探索搭建 助推 协同发展的平台 为了 开展民主监督视察 拨欠企业账款问题 召开 情报 情况的一些 另外在就业方面 刘洁一说 2023年 各立资金 直接支持就业创业 三千亿元人民币 也采取了支持 更新增就业 和城乡困难 群众就业等 这是来之不易的 那么另外 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 在这次会议上 国内的金融机构 普遍预测 2024年会增长 5% 和2023年是相同的 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因为去年增长 5.2是有 基数效应的 今年可能会 遇到更大 那么另外的 在记者会上 本届政协会议 将会在10号的 节目 会期是6天 大会的现场 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我们立刻联系 全国政协委员 曾静玉 正切也要介绍一下 全国政协 和以往相比的话 有哪些的特别 是的 全国政协14 在4号 也就是今天下午 5号上午闭幕 整会期 比去年少了一天半 改革开放以来 会期最短 会期虽然短 但是在6天的时间 这个是密集 协商 说在政协的群体会议 练习 人大会议 两次 群体会议 另外小组的协商会 这次的会议 秉执的 就是 每一次的群体会议 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分组 原则上控制在 两个半小时之内 高修委员要做到 建言建在 需要的时候 要积极反应 改革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都体现了全过程 主的优势 很多中外记者 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 非常的感兴趣 在这次 政协委员 他们有哪些的一些建议 这次到北京来 跟全国的两会的举行 已经基本了 平前的常态 委员们可以更好 在交流当中 我们可以 过去一年 在各个地方发现 问题又或者是 更加 可以更好地了解到 全面的情况 在沟通当中 比较关注的 当然就是 包括了像 社会的发展 如何提侦他们的信息 而中美关系 中国的经济等 方方面面 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中国在新旧动能转化当中 生产力 促进中国经济 越港澳大 大家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尤其 全国政协委员们 很围绕着这方面 在提出的 保护政策案在内 所以在这次会 是充满了很多 积极为国家经济 的那种动力 相信 人民 社会 还有全国 的努力之下 一定能够克服 更加全面的看待 中国经济 好发展的趋势 是不变的 谢谢景一 刚刚景一姐谈到了 说很多 委员 尤其来自香港的 他们会非常 接下来我们就来 关注这个部分 港澳工作办公室主 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昨天就 来京出席 全国政协 十四届二届 澳门地区的 全国政协委员 而且到 夏宝龙向委员 分享了 他 考察调研的成果和感受 其中 民生 以及完善地区治理之后 服务的成效 是他关注的重点 香港在地区治理等方面 所以希望香港能够集中力量 去拼经济 希望大家积极发声 反驳 那有多位港区 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中央的 香港的前景是一片光明 有点困难 大家要齐心协力地 去搞好 让香港市民感到幸福 敢于和那些 反中乱港 破坏 要做斗争 看到的是 很多 全国代表和政协委员 他们在 在北京的过程当中 都提到 内地方港旅客的免税额 一些常委 唐英年就提议 要 禁禁携带行李物 从每次5000元 提升到3万元 已经获得了超过140名 联名支持 那唐英年在受罚 有史以来的最多 认为 巩固提升 香港在文化旅客 等方面的优势 也将会吸引 包括港澳在内的 国家市场 那多位委员都 认为 旅客免税额 是有必要的 是可以 活力的 而香港 上周 香港刚刚发布 财中预算案 提出将会 增波近11亿港元 来推动 留业的发展 包括每月 要举办烟花 和无人机的会员 香港财政司司长 陈末波表示 已经有团体表示 有兴趣去赞助 无人机 或者烟花 护眼活动 他表示 香港经济 目前正在转换产业 具体来说 香港经济主要的动力 是来自出口消费和投资 但是 面对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海外的需求减弱 出口收压 所以就要推动经济增长 短期之内 是要靠旅游 作为把手 来拉动 零售和餐饮业 推广香港的品牌 也有一些 餐饮业界的朋友表示 会积极地筹备 新一轮的宣传活动 他同时希望说 能够让这些 防港旅客 在香港留得多一点 尽情地去消费 能够去刺激 香港白天和晚上的消费 而文化体育 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则表示 防港旅客的人数 已经是大致复苏了 再加上像航空运力 还有各口玩运行的 一些恢复通畅 希望今年 实际防港旅客 会多过 旅挖局之前所预估的 4600万人次 当然 要更多的旅客来香港 交通方面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 最近的数字 就是2023年 全年有超过 2000万人次 是乘坐着高铁 香港段 来到了香港 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 2019年的客运量 那么另外 香港高铁将会拓展 高铁地铁化 要到深圳北站 希望这样的措施 能够早日地去便利 防港的旅客 而香港的媒体 关注到的是说 香港现在迎来了 很多的人流 是否能够把这个人气 转化为可观的财气 这是一个学问 需要港府好好地研究 那数字体现 今年防港旅客 比去年是提升了35% 然而每位过夜旅客 他们的平均消费 却是减到了有5000 减到的非常 减幅这是16% 就是说如何 让这些内地旅客 来到香港慷慨解囊 而不是穷游 不是和内地的城市 去比价格 这是港府需要去做的 只有这是服务的质量方面 需要去好好享好 据关注到的是 在全国两会的现场 有13位来自香港 来自台湾省的 全国人大代表 出席回忆 他们分别是来自 科技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还有经济界 那台湾省的驻地 我们看到 我们记者在采访 其中一位代表 是他就谈到了说 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是定海神针 也是台海安全 还有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石 我们来看看 一个中国是定海神针 也是发展两岸的一种基石 台海安全的一种基石 目前我认为安全 就是融合发展 才能安全 促进统一才能安全 如果齐米磨独 齐外部势力的磨独 那是台湾是危险 所以说我们希望 这个台湾同胞 能够明智 看相形式 背靠祖国大陆 才有发展的前奖 台海才会安全 老百姓才会安居热业 他同时也谈到了 近期发生的214恶性的撞传事件 他表示 金门海域的撞传事故 是民进党个别人 以美谋独 以外谋独 故意制造的破坏行为 不会得逞 恋爱交流 不应该受到影响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股市表现 内地股市 今天是延续了升市 户指是收盘报3039点 升了12点 升幅0.41% 而深城指责收盘报9438点 轻微上升了3点 升幅0.04% 而港股在今天 则是反复的走稳 横指高开了40点之后 窄幅的震荡 在10天移动平均线争执 最终是收在了平盘的上方 收盘报16595点 日本股市是上升了0.5% 突破了4万点打关 创出历史新高记录 韩国股市也是攀升了1.21% 到了两周的最高位 澳大利亚悉尼股市 则是轻微下跌了0.13% 台湾股市则是大涨了1.95% 突破了1万9000点打关 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记录 尤其是关注到的是 日经指数是首次突破4万点 主要是晶片股的飙升 得益于投资者 对于人工智能AI受益者的热情 像一些半导体测试制造商的股价 又上涨了3.6% 一些晶片制造商 则是上涨了4% 另外日本方面有政策消息 表示知情人士透露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 要正式宣布 日本经济已经是走出了通缩 另外报道说 日本政府考虑 在今年工资谈判结束之后 会发表声明 以观察工资 是否要随着物价而上涨 而美国在上周发布了一个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开支指数 没有如同市场预期的这么的乐观 本周将会发布多项就业数据 包括在本周五将会发布的 2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预期非农的新增岗位 将会由1月的35.3万个 大幅回落到20万个 失业率 最后会维持在3.7% 分析指出 除非公布的非农数据 远远低于预期 或者说失业率意外的上升 否则的话 难以动摇联储局 加快减息的步伐 另外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将会在周三和周四 要向众议院委员会 还有参议院小组 发布半年度的货币政策的证词 市场预期 它会重申 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良好 当局还没有减息的迫切性 那么另外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 继续表现强劲 向标指上周五首次 以5100点以上收市 这也是今年第15次 创收市的新高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值 也是涨了1.1% 这也创下了新高 像几只股票 包括英特尔 高通 还有博通 美光科技股价在周五 都是上涨了1.8%以上 尤其是英伟达的股价 是上涨了4% 这也是导致该公司的市值 也是推动该公司市值 突破了1万亿美元之后 又在短短的180个交易之后 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的一个关口 那美国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周 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的一些电动车的零部件 要去展开调查 已经是指示美国商务部长 展开相关的工作 那么分析认为 其实面临着竞选压力的拜登 这个做法后面是有很多动机的 包括获得选民的支持 来遏制中国电动行业的发展 无疑会造成全球供应链 会更加的加剧这种混乱 最终可能会反害到美国自身 我们看到这都是有例子可循的 包括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 已经是对内宣布要放弃 发展了10年的电动车项目 另外也看到像美国多个汽车厂商 相继的宣布放缓电动车的发展计划 包括了像通用本田福特汽车 也是暂缓相关的投资计划 那到底中国电动车领先 美国都有是因为什么 除了说我们自己的判断之外 我们看一看第三方的看法 包括了像全球电池材料的巨头 叫做优美科的首席知情官 米德·赖西就表示 中国电动车之所以竞争能力强 就是因为车好 而且价格实惠 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大幅增长 相比之下 美国本土车的电车业务举步维艰 其中很重要点就是 美国的这些固态电池续航能力 不如中国 如果说续航能力相当的话 美国这些电池的花费又比较的高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说是 各方关注到的是 中国人他之所以打开这些市场 主要靠的其实就是自身的能力 是因为他拥有了市场所需要的东西 是市场做出的选择 而不是说简单的靠 美国政府所说的相关补贴政策 周先生怎么来看 中国这种电动车的发展 在别人眼中看来是发展 但是在美国却遭遇打压 美国呢 它现在是编织各种谎言 而且呢是越吵越烈 说这个雷蒙多说的最经典的 说几百万辆 如果说美国的大街上 有几百万辆中国的生产的这些车 说中国有能力突然把它们都停掉 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国家安全状况 其实呢现在在美国大街上 没几辆中国车 就用各种方式 关税和非关税比例 把中国车都给挡住了 那如果说按它这个逻辑的话 咱们也可以去理解一下 如果哪天美国不高兴了 把这个中国的苹果用户的手机 全给锁了 这是轻易非常容易能做到的 那中国人就不要安全了嘛 所以这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不能够一个极端的去编织 各种谎言 模拟各种灾难性的场景 目的是什么 就挡住中国汽车在全世界发展 还不光是在美国市场 从刚才的新闻来看 苹果不造车了 其他的几个大型的汽车公司 又把自己的电动车的计划往后了 我们往这个预测 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就是到时候美国政府 它原来定的 在哪一个年线 电动车希望达到多少比例 燃油车禁售的时间 或者说燃油车限售的时间 恐怕就会一推再推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清楚 美国现在使用所谓的安全也好 用什么其他的理由也好 就是想办法开始要 重新回到旧赛道 回到燃油车的赛道 因为在电动车这个领域 确实是打不过中国 当然大家都会问特斯拉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看特斯拉它也卖不动 在美国也卖不动 特斯拉我们又可以做出一个假设 如果不是在上海这个超级工厂 如此的成功 恐怕特斯拉也是掉下去了 当然现在特斯拉它在美国有工厂 在德国有工厂 到底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大家可以去自行去判断 美国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咱们应该很关注 欧盟会往什么方向走 欧盟本质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它比美国要稍微积极一些 而且他们现在是改变全球的舆论 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怎么跟进 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好 谢谢周恩人的点编分析 也给大家收看今天的金日财经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